20多岁的Henry 约6、7年前开始接触非法外围 非法平台提供的信贷投注和现金回赠 令他越赌越大 结果债台高中 我平均的注额可能是几千至一万元特等 我最大的注额我估计是四万至五万元 到爆煲的时候 我的债务应该是三百万左右 有很多水平 外围都很薄 例如我输了钱 也未必要立即去赚钱 他会给你一点点时间去赚钱 Henry最后需要家人帮忙还债 令他决心向社工求助 要跟家人坦白这件事 我来说好像是世界背责 因为我知道家人对我的期望是很大的 但是自己偏偏做一些他们不想我做的事 其实说出来那刻是自己超级愧疚 欠债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他的工作 家庭 社交 最重要是他自己的情绪健康 他会长期受着欠债的压力 近年参与外围的人士更有年轻化趋势 参与非法赌博的求助人士当中 最多的年龄层 其实就是介乎20至29岁 占我们中心的比例 就是大概四成半的 参与非法赌博的人 有大概九成的人 都表示他有欠债的行为 当中有两成 他们欠债超过六十万以上 非法赌博 随时令你一身债 千万不要碰